2018年,对于长春市公安局绿园分局刑警大队重二二中队中队长吴明来说,是特别的一年。 这一年他屡破大案,累计真步行程超过6万公里,相当于整整绕了地球一圈半。 近日,记者在吴明的办公室见到了他。 不过,这位战功赫赫的吴明比影视剧更真实,比普通人还普通。 吴明中等身材,体态较胖,价着眼镜,面相儒雅。 不仅同事,甚至连罪犯也调侃他是不向刑警的刑警。 记者注意到,吴明办公室的角落放着一个拉杆箱,吴明说,这是他的亲密伙伴,有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时间,比跟老婆在一起的时间还要久。 吴明的箱子里放着电脑、水杯、笔记本、饭盒、衣服等出差必需品,虽然种类丰富,但每一样都简单至极。 2018年,吴明破获了公安部督办的518特达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,730特达电信网络诈骗案,918电信网络诈骗案等一批大案要案,共抓获犯罪嫌疑人81名。 2018年,是吴明从今以来最忙碌的一年,一年中他辗转中国和菲律宾的十几个城市,最长14个月不在家。 卢永福说,吴明破获的都是电信诈骗案件,这类案件近几年呈高发态势,局里相关经验上,是吴明主动挑起了大梁。 吴明经常要根据监控画面寻找破案的蛛丝马迹,因而他的办公桌上常备着三样法宝, 防辐射眼镜、眼药水和治疗心剂的药品。 对于吴明来说,最艰难的事情并非侦办案件,而是对家人的亏欠。 2018年9月,吴明在河南侦办一起特达电信网络诈骗案期间,他的妻子却因重病入院。 河南电信网络诈骗案正要准备收网的时候,吴明的妻子因疾病入院,我们大伙都能看出来,吴明队长内心其实非常着急,但是还是以工作为主。 虽然当了这么多年的警察,工作中遇到再多的苦和泪也没有流过泪,这次确实是止不住的流下了眼泪。 吴明文雅的外表之下却藏着血旗方刚,这些年来,他经历过车祸,动过三根肋骨,舌过锁骨,左臂至今不能抬起太高,小伤小病更是没法数。 记者在采访结束时,吴明刚好接到消息称,他带领的中队,2018年打出成果在城区分局21个刑警中队排名第一,这或许是对他最好的嘉奖了。 是个阻挤的连识。 是个阻挤的旁连,那么是我在这里要吃了好多的而且,这个那方面让我们按照、 也没有说明,但来看电话的最后一分钟, 有 Será?